他是要說台灣 因為副總統去摸美國的大腿 所以是要去創美國的經濟利益 大陸是警察 跟你說不通這樣 你貼我是自己的 不讓我從那裡去 所以這兩兵 所以警察跟強盜是一國 不管怎麼解釋 柯P這樣當然是大家會擔心 不理督 並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柯P是不理督在反映副總統 我們現在說副總統 他這次去賺就是什麼 他頭頂雞 頭頂雞又不用聊一百尾 所以賺十幾趴 鬆到要死 但是會滾斷 我要跟大家說 第一時間 習近平 他拿出這個15點的時候 他剛好拍我們 當然他沒差 民進黨出場 國民黨出場 我對台灣的台東就是一關 一個中國的環節 所以他去賺一個一國兩者 放在頭上 一國兩者就去賺英文 抓到眼睛 好 你昨晚在等你這句 因為一國兩者在香港 已經去拿賽 拿到草野了 所以台灣人聽到一國兩者就賺了 但是你如果看他裡面有說到嚴重 不是他說廣播 我們廣播 國階別就是說所有 學生也好 人民也好 參拜才也好 律師也好 學者也好 政府 單位也好 大家派出代表 再來說出一個新的制度 這樣聽得好 就是說一國兩者那句去講出來 但是他實在是還沒訂什麼制度 兩者的制度也沒訂 就是希望大家接下來 來講一個兩者的制度 這叫什麼制度 叫做台灣制 一個中國的台灣制 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要堆穗台灣的腳步 正出台灣現在台灣人民 我們所擁有的民主主題 民主法庭 香港在堆 你跟自己在講自己 像這樣台灣的香港法 是要怎麼香港法 所以蔡總統 你現在賺這十幾% 不用開心 也不用開心最早 到底後面 你三十幾年 那是青條不搭乳 我們青條要搭乳 你是痛苦到這樣 現在先承你走 現在就說 你韓國就說 不然你要把台灣帶在那裡 我問勞成對 不然這樣 你要台灣獨立 你幫我隨後 我支持你 台灣都要犧牲多少人 準備要四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五十萬 要犧牲多少 我們可以得到獨立 這樣我們大家來講我天理 你幫我發佈 青條那邊說 沒有啦 不用啦 我們只要團結就好了 團結就好了 要怎麼團結 你主張台灣獨立 我就反對台灣獨立 我也支持 在我們這個節目看 兩年來 他起來我們就說 我們支持 副英文總統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坐下來跟大陸談判 中華應該要什麼制度 大家坐下來說 你不敢說 不敢說 不敢說 你看 你們就是九二共識 你們一直在說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國兩制 對方說一國兩制就是九二共識 這樣就是要把國民黨白蛋倒下 這樣去探10% 所以國民黨現在四腳到底是 一個勝功還是最後一個不是勝功 沒有冠軍悄悄的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副英文這兩制你看我出來 都不用抹粉 好 很金色 競爭到那章頭一個狗 這樣 方公到英租犯法 這就是這十幾%的功能 這比在買化妝品更好用 你看看 所以大陸這回 是金兵這五點 我又好好看下去 以後你說一國兩制是什麼制度 它是說我們未來 台灣你們派代表出來 台六派代表出來 我們大家坐下來說 那麼兩法到底要什麼制度 人家有跟你說像香港這樣 像俄門這樣 沒有 你說台灣我們有軍隊 副總統你三軍的統帥 我們中華民國有中華民國的軍隊 我們有我們的主權 台灣配合金門媽祖 兩法制度不一樣 我們現在要來對談 大家要怎樣 中華民國不是叫做中國不是什麼 一個中國有什麼不可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他們中國 中華民國也不是中國 從國以來 中華民國都叫做中國 這樣一國兩制 你全部走到腳尾都靠它 現在又減退休回來 把一國兩制動作負面 你再把九里共識動作一國兩制 這樣讓你國民黨 我如果要跟你收聽就對了 要幫你幫忙 你也沒辦法 科皮不要說他37% 他就閃壞 為止30% 就夠離空離空 這國啟動 國民黨 插英文 科皮三個都有30% 怕地 都在爭那最後10% 那10%是關鍵 如果這樣30%幾票 你怎麼知道 30%就400萬票 400萬票 政黨補助款一年 多好 兩億 科皮沒有這條 你當作他又繼續 提映像台湾 他沒有家 那間現在要賣他們老爸的家 人老爸 統帝跟他們老母那間 所以他要發展組織不可能 但是他既然要作動 就必須南 北 國 地都有組織 要組織就必須有經費 所以這次離空離空算 他未必領就要動算 會調最好 如果不調他離空離須 還要餘 他這多好 一隻牛要幫你打兩顆皮 一餘兩吃 好 所以這個下去他一年 可以領兩億 他用這兩億四年八億 剛好開始經營他的組織 這是他們來報在討論 我怎麼聽一聽 覺得這樣有利 這走就定了 所以現在南北二樓 現在你看不出來 但國民黨跟民進黨 起動籌算 籌算下去之後 籌算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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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那裡 可能他就是台湾 洛選者聯盟 對 所以我認為說 剩總統應該認真 你現在賺你民意大附身 這樣你有本錢 有本錢 有本錢怎麼 勇敢坐下來 跟大陸談判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坐下來跟大陸說 這樣我們現在可以跟你說 說出一個新的制度 你要記得 是要說一個新的制度 這個制度 令你要叫什麼名字 我們會跟他說 一個中國台灣制 第一個我先講柯文哲 我覺得當然 柯文哲是什麼 強盜銀行 簡直是非常 不倫不類的一個比喻 很糟糕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 他這個比喻裡頭 最友善的是中國大陸 就他把中國大陸 描述成警察 正義的發生 把我們當成是強盜 美國也不錯 美國開銀行 開銀行也不錯 所以第一個這是一個 非常不倫不類的比喻 但我覺得 他要訪美的行程安排 恐怕不是很順利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葛萊怡又很不給他面子 打臉說 我哪有要邀請你來 這種事是很不給面子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忽然發現就是說 他的特別的身分 就過去深綠的 這樣的一個立場 選上台北市長 然後在國民黨是非常低迷的時刻 其實對北京來講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政治上面的指標 我是可以充分理解 當時北京給他很大的禮遇 然後柯文哲講了兩岸一家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岸其實對柯文哲是很客氣的 美國是對他有一點不假辭色的 你不要以為你也在消消 美國也是你不要以為 你可以像玩台灣的政壇 跟玩北京一樣來玩華府 華府沒有那麼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的論調 他是一個見人說的人話見鬼 說鬼話的人說 他現在的論調 就有一點比較親中 但並不代表他會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2020親中 他如果去了一趟華府 在華府不知道會講什麼 也不曉得 但我覺得他不會在美國吃到太多甜頭 所以我的感覺這就是柯文哲 剛剛在講說 這對未來2020選舉 第一個就是蔡英文 我們對蔡英文有很多的喊話 但他不可能改變他現在的兩岸論述 因為他改變的那一天 就是賴清德出來取代他的那一天 他只要改變了說 我現在接受九二共識好了 我要跟大陸談判或什麼 他改變那一天就是被 隨便不一定是賴清德 民進黨有很多人要出來取代他 所以他不可能改變 但我想大家也都同意 但是因為蔡英文最近因為這個 剛剛我一開始有講 志恩也講了 他民調大漲 10%是漲幅很大的 超過10% 但我認為這是他的屋頂 他現在漲到30幾%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說實在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深綠迴龍 他就綠營迴龍 跟我剛剛講的 整個綠營幫他清理戰場 歸於一尊賴清德不挑戰他 都有很大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屋頂 他很難突破4成 這大概就是他的屋頂了 我覺得 這對國民黨不一定是壞事 民黨如果強一點的話 柯文哲就不會這麼強 如果蔡英文真的是姚文智第二 他會比姚文智更弱 柯文哲就會變得很強 這四位打麻將的 就算沒有人相攻 也都是傳統的打法 他不太會有什麼奇怪的花招 就是叫柏萊 這四個人大概就是這種 比較傳統式的做法 不過最近馬英九 我覺得他那個網紅還滿成功的 馬大姐 我覺得他的網紅模式 但是如果說從什麼蘇貞昌 還有那個誰 蔡英文 我覺得網紅模式 我說實在講 還是馬英九那個比較 賣書 賣書 對 我覺得他那個網紅模式 其實是很成功的 不愧是偶像級的這種政治人物 所以我覺得你說未來 這四咖會怎麼樣 當然現在言之過早 國民黨他們 還言之過早 言之過早 對 這四個人也不可能像韓國瑜這種 有這種不得了的爆發力 你這種期待也不太可能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要期待的就是 蔡英文跟柯文哲要勢均力敵 對 所以這個公民黨 到底能不能夠讓蔡英文跟柯文哲 勢均力敵 如果是這樣的話 柯文哲的華府行 國民黨可能要出點力 幫他安排一下 幫他安排一下 智庫要去找一下 厲害 我的佐水哥 這實在說 不會生我們人大腿 這樣就說 對 你超多 我們那裡都這樣說 有啦 有啦 有這樣 不生人家嫁別生七八個 就說他的腿大腿 就說那個 不像我體格這麼漂亮 對嗎 你們在吃飯 也找到最大腿 我告訴你 這瀨水說這是對 受理是不對 因為這幾個兩千幾萬 是比較我們全高雄 中生產鐵的 減少一點 沒問題 但他那個地球 就是說已經打通了 你要知道 對高雄港 走到平潭 九點鐘 過去 你說要把我們台灣的 削菜類 就是說硬菜 白苓 類似一種 包括靠洞的隔壘菜 這個 要說變得到大陸 是不可能 為什麼 他們那邊的生產 有哪有 所以我們會比較好吃 因為時間長 所以你去到那小時候的時間 在菜雞上面的時間 就冷氣了 所以不太好看 但是對高雄 現在到那麼糟糕 點鐘 不必糟糕更多 你如果說像要走到前 一星期才兩班前而已 所以這是一個開通的開始 這還不是固定航班 如果固定航班 就是每天都有55腳的火鍋 就不是 所以這就是說 打開一條火鍋 可以賣55腳火鍋 療性一無 人家說我沒有 沒有借 現在就是說讓我們這些農民 有在開始 我上個禮拜就帶 這個船開了 人家上個禮拜 人家那個百高雄 就派代表去驗 鳳梨北海的鳳梨 他說這樣沒問題 我也跟他說 他說 你記得要買一千六百塊火鍋 一年 你就把鳳梨北海買五十塊 買一百塊 因為他買鳳梨就是對大鳥 民用一直到厚 到高雄 這裡所有種鳳梨 他都有買 包括我們台南 台南的 那個 郭主委就跟他說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我有借 我有借你們兒子 他就說他要課時下論文 當然沒有去 這我們都可以說 現在是你在看 這兩千兩百塊 你們這樣把韓國的蟹蟹 把梯蟹 叫他祖祖林祖 都沒關係 輸30萬票站在那裡主持 贏30萬票坐在這裡 不是出色 只有20萬票做補充 他們20萬票坐在旁邊還是裂充 只有15萬票做婦女充 他們15萬票坐在那裡都裂充 照你說 蔡英文總統這是好意 就是說 你們在新北市 在台中在高雄 你們把我們的鄉親開這麼一個政見 這樣 行政院給你們看 交通報給你們看 你應該起碼你在選的你的政見 那你把它補助下去 這樣四年後你們再回去選 你們有機會 你不是 大膽也一樣拉破 你就要賺自己 要吃就自己賺 要吃好事要自己合 那我來 差不多在跟韓國說這樣 沒關係 人家說順英留肚風生地 虛尾本破書化龍 早我就看出韓國瑜龍飛在中本 不是人家說的龍油千水做的 是後樂兵友被騙去 賣高雄人會聽哨他 所以他會把這些梯子 梯球 都化作於生中的影響分 將來韓國瑜一定會 躺在那邊高雄 踏出一條的新火爐 我跟他們說 我去替農民去賣過錢 你知道嗎 他們還要整支家人幫我笑 嚎嚎 說我嚎嚎 我今天這個節目 我說給你們聽 我就沒辦法回應 本來想說 插民的笑話也沒辦法 一個撥算的禮物是算什麼 你如果還在家裡 我已經帶農民去面 他們去拚火爐對不對 我說我已經這四年五年 這個義肥翁這個總裁 他跟我說食材的時候 是六百經店 你如果有去大陸出路 就知道一間叫做百高雄 白果園貴基店 六百經店 到今年他都做三千六百經 庫丁到三千六百經 我來 他是要來買台南的玉政的愛文 鳳台來愛文全熄起來 他說沒有 就要來幫你買 沒想到南買 沒想到買鳳台 我們也知道 台中鳳台很多海南 公司 他們那種很多鳳台 他說去看看 我就帶他去關廟 我們五家用主委那鳳台 去吃那個台龍十七 就精鑽就對了 他說這個纖維很漂亮 很油就對了 他說這個可以賣 我們鳳台要種十三個月 他說我來試試看 這樣剛才開始談了 十三個月後開始出國 出到今年第五年 隆重出兩萬幾檔 我現在說我已經 我這幾年就是在這個節目 我都沒有碰風 我們想說 我們是讓通路上直接負責 我沒有在地方賺錢 我今天賺錢 我兩萬幾檔 我們怎麼很好賺 但是我今天要賺一塊兩塊 這銷量就不會那麼大 因為人家去到那些新聞館 人家就賺賣 所以讓農民在這裡 人家在這裡設一間公司 跟我們的農民對接 對接到我說賺兩萬多 再開記者會 再檢視政府賠償說我豪秀 說什麼台南市 用來就沒有那麼多檔 你看看 你高尖水雞真的 如果還有你碰風就太沒肉了 所以不然台南市的鳳梨沒有那麼多 我是替農民 是對家義民養 買到賓東 鳳梨算 這樣一樓 我高雄台南都算 兩萬幾檔 我們替農民 做工作 我們有出來三回兩個 說我替你做很多 沒有 是這次要補算就跟我們說 我說這樣好 我就帶你們來 怕費路 怕通路 過百度 今天離空一半年 韓國瑜是怎麼會爬起來 你動作衣很厲害 韓國瑜一支手上十八支桌 不可能 韓國瑜就因為農民 非民病 萬壇 過去就過佛祖沒有過百度 只有待那裡 九里共生不肯營 台灣就要獨立 獨立 獨立到現在就對了 大家沒飯吃 要靠沒面子 我想奇怪 不然一六二年才不病 他說那時候靠財還有錢 吃得不完 到一半年吃到差不多沒有錢 口罩沒有了 財庫沒有了 在那裡喝就吃飯 苦了 所以要病 這是農民這樣跟我們說 他說我們連續更兩年 更兩年 讓他那本無貴不賺 他寶寶就要去當 怕人死 我們是聽到的感動 說這樣我替你贏 我可以給你賣多少 我沒辦法 所以去到江南歌拼市場 你怎麼知道你賣幾檔 韓國瑜我去那個 他可以跟我說 高雄那個市長 有邀請我去參觀三個月 我跟韓國瑜說不用三個月 看他可以買更多的 根據江南培法市場 你怎麼知道 一筆的交易量多少 他靠世界所有的規矩 也有我們台灣 也有我們台灣人 也有我們台灣人在那裡 我們台灣過去 插農業的朋友在那裡 說到我只賣台灣輸大名稱 六戰的選 翁來 台東的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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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去就說 這樣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幫忙 他們一筆賣多少 四萬檔 四萬檔多少 你可能想不到 二十手的肥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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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那就是怎樣 他們帶來耕酒打不完 對新疆 蒙古來 世宗 來後 火再來 火頭這裡回去 又把這裡打不完的東西再回來 每次你這樣一直輪港就對了 市場是那麼大 我們現在高雄要怎麼讓它抵抗 到耕酒港 要怎麼打到這條路 那都敏感的 才有在說政治 我起家說穿著你 武警出來 你要一個中國 你要一國兩制 沒有 你不要賣 說我們像 所有的農民抗我們去 大家看到 不要看到就打不刺 韓宗偉你應該去看看 你們北農跟南北看看 一力四萬檔 你想不到 你沒辦法去想像那個現場 我們只要進去參觀 坐車這樣塞就塞了一小時一小時 就你去看那補 這裡賣什麼 泰國你們的修上 中立的都去參觀 為什麼 做到中立 為什麼要去一個高雄市場參觀 因為那個高雄兩大 泰國很多貴子要去那賣 泰國政府要去那賣 我們都會動作為台灣農民打拼的營養分 包括薩仔魚 現在薩仔魚繼續做 為什麼他們亂去 因為我們有換一個新模式 現在所以你要投資 現在我們的薩仔魚 你們現在真是讚 他們要投資什麼 超級我們的處理 聯合金康包裝快速靈動 如果我說你這樣做得對 我帶你來台陸煎魚給那些人看 教他們怎麼煎薩仔魚 煮像我韓國的滷肉飯 配薩仔魚丸湯又吃翁來 好 這下去通路就怕通 這叫做代言 行銷 我們替台灣農民行銷 有什麼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烏鑽魚你不用收起 高雄收起是你們了解之外 不理睬你們把它刺激 會讓韓國的越快越大 他在那裡做得很艱苦 艱苦一個國 負責三千多億你們看不 你們沒辦法去想說 三千多億的負責 排在你的境界 你要怎麼做 為什麼高雄有五千坎 台南有兩千五百坎 火熱為什麼你們台北市 不會有一坎兩坎 為什麼高雄台南可以 你落後還在泡溜鑽魚 為什麼台北的這陸品專案 是要讓溜鑽魚鑽魚 冷休六點鐘 我們那不是 還在告到煞水讓冠軍冷 車要讓冠軍照 裡面就放米香了 這就是台南高雄的幹部品質 我們來或者我來 跟柯P一點關係都沒有 除了我這個採的土地是台北市的土地之外 跟它沒有關係 他有他的 扶選的對象 我有我心儀的對象 今天來有跟柯市長 先知會一下說 你會得上嗎 沒有 他扶選他的 他有他的 這個要扶選的對象 我有我欣賞 那心儀的對象 是陳彬甫 這個跟柯P市長要扶選 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硬碰硬的問題 沒有硬碰硬 也沒有軟碰軟 統統都沒有 好不好 我覺得陳彬甫是最棒立法委員 沒有硬碰硬也沒有軟碰軟 反正從此以後 不要再把我們兩個 連在一起就對了 現在在最後五天熱起來了 因為就在我們錄影之前 沒有幾分鐘 1點40分的時候 韓國瑜穿著 一身黑色的夾克 大家網友不要以為我們放錯圖 因為韓國瑜跟陳彬甫 他是有同台 就是用錄影的方式推延 大概星期天 那麼禿子 漢子跟燕子 三子連線是透過 那麼視訊的方式 用影片幫他來站台 沒有真的來 現在這個狀況突然在 今天被打破了 韓國瑜突然就上來台北 他有事情來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跟他同台了 是真的同台 在這個大同區的海拔網餐廳 幫他站台20分鐘 所有媒體全部掃到 然後韓國瑜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 因為目前韓國瑜 是人氣網站的事情 無庸置疑 他也會帶來網路的聲量 跟媒體的報導 然後陳彬甫在這個時刻 他其實已經放棄了 觀眾朋友要看 陳彬甫在上個禮拜 因為最後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也真的都有行程 可是行程歸行程 政治上的解讀會是 所以韓國瑜還是不肯跟 柯文哲正面PK 柯文哲有陳思宇 所以當時沒有 沒有為了丁守中到台北 這一次也不會為了 陳彬甫到台北 所以韓國瑜沒有到台北 這個東西 原本會是這次選舉 在結束之前的一個事實 可是這個基礎被打破了 韓國瑜來了 觀眾朋友 我知道還有五天 因為今天禮拜二 三四五六 這次選舉比較特別是禮拜天 因為機策的關係 所以他不是禮拜六 是禮拜天 最後這五天 會出現非常精彩的變化 因為我相信 連侯友宜跟盧秀燕 都有可能出現變數 原本的網路 或者是這個影片的同台方式 可能還在加碼 為什麼 因為侯友宜其實跟台北市 一和之隔 要來隨時 或者是說他過去也可以很快 盧秀燕的話 每個禮拜四 也會上來行政院會 所以或許 或許 因為行程都很滿 這是一定的 包括媒體最近很多邀防 他們三個人都收到很多行程 可是就在這麼多的密碼行程當中 當市長決定我要的時候 其他東西可以排開 這就是今天的證明 韓國瑜他出現台北市挺陳秉燕府 好 那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 因為柯文哲他所支持的 我們現在不能講民調 因為最後一個禮拜了 可是在聲勢上來講的話 立委的補選 也有規定不能來民調這個 也有這個規則就是 所以我們這個聖宏龍不能亂講 你不講我們都還不知道 不知道嗎 我們不要去講民調的情況之下 就是陳秉燕府跟陳思宇 還有何志偉 撒喀都 各自強 大家都講過了嗎 陳思宇是強在哪裡 強在柯文哲 何志偉是強在 蔡英文 蔡英文現在還沒那麼強 不好意思 總統 他有增加10%了 市林區 蔡英文不強 市林區是何志偉自己基礎 市林區的票比較多 大概20萬 大同區10萬 但是陳秉燕府在大同區 是第一高票 所以在不講民調的情況 大家知道的 何志偉有他自己的市林區 陳秉燕府有他自己的大同區 陳思宇因為沒有當過議員 所以他兩區都沒有這兩位強 可是他背後有個阿伯強 這種情況之下 當韓國瑜他也上來了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重要 就是韓國瑜可能也不想 就這樣一直下去 一直被媒體跟外界解讀 他跟柯文哲的友善關係 到這一種程度 就是即使是代言人的戰爭 我都觸碰不得 所以上次柯文哲自己選 我沒有來 表示我過去知遇之恩 北農總經理 最後你還到雲林來看我 但這一次如果我連去都不能去 這是不是太過 你說懼怕柯文哲或李育柯文哲 大家就會去解讀了 他現在決定 停止這樣的揣測 沒有這回事 我韓國瑜可以幫陳秉燕府站台 而第二點 因為柯文哲他對於陳思宇的力挺 就是挺到 民調不能講 就是挺到就是 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希望他能夠繼續往上 的情況之下 他有可能會某種程度上吃到何志偉 因為何志偉跟陳思宇 畢竟他們是屬於範率這塊的票 當陳思宇因為柯文哲越強的時候 何志偉就會被吃到他的部分 陳秉燕府出現的機會就提高了 這個時候我再來幫他 所以顯然韓國瑜也在考慮 他在國民黨內的角色 我不只是高雄市長 我雖然不是黨主席 我也已經公開說過我不選2020 可是在2020的立委選舉當中 我還是可以有角色 就是幫全部的國民黨立委 複選的角色 而這個就是他的第一棒 跟柯文哲一樣 柯文哲的陳思宇 當選與否會影響柯文哲 六月決定要不要選總統 可是韓國瑜的浮選陳秉燕府 我們假設星期天開出來 居然是陳秉燕府贏了 我們現在不知道 我們就不要預測誰贏誰出 我覺得機會滿大了 這種狀況之下大家會想說 最後五天因為 那個川皮夾克的圖子來了 所以韓國瑜的影響力 也會更上一層樓 韓國瑜跟柯文哲之前的那一種 他們的關係好到 比吳敦義跟韓國瑜還好的 那個傳言 就在今天1月22號就會停止了 三位候選人 其實他們背後代表了三股政治力量 而這三股政治力量 在這一場補選裡頭 其實都有不可以輸的壓力 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區域是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台南 如果這個選區都選輸了 那麼民進黨想要在2018敗選之後 能夠營造一個谷底翻身的 氣勢跟形象的計畫就落空了 那麼民進黨恐怕這個氣勢 這就會一線千里 在2020要再扭轉恐怕就非常難了 因為畢竟如果連這個選區 這麼有把握的選區都選不贏 那麼其他的選區情況可想而知 那麼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能不能夠延續2018勝選的氣勢 這個選區當然是關鍵 如果這個選區能夠選贏 那麼當然在2020 我們要講台北市八仙過海 不是不可能 要重現當年的盛況 絕對是做得到的 這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麼對韓國瑜來講 在這場選舉裡 韓國瑜絕對不可以缺席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不管韓國瑜跟柯文哲 有什麼樣的私人交情 可是韓國瑜都不可以忘記 他在國民黨內應該扛起來的責任 我相信韓國瑜不會確戰 他也不會因為因私而廢工 所以韓國瑜幫陳炳甫站台 這是必然的 而且是遲早的事情 尤其是讓外界不斷的在炒作 他跟柯文哲的關係 如果他再不上來 那麼外界就會認為韓國瑜確戰了 那麼第二 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時候的站台意義很重大 如果選舉結果 陳炳甫不幸高票落敗了 韓國瑜沒有責任了 他盡了他的責任了 至少他是國民黨擠在天王裡頭 第一個公開站台 幫陳炳甫站台推薦陳炳甫的人 而且大老遠的從高雄跑上來 他仁治意盡了 如果陳炳甫贏了 那麼韓國瑜今天的驚天力挺 就成為了這一次成敗的重要關鍵了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這一場的站台 當然有帶動陳炳甫的效果 包含國民黨其他幾位天王 或者其他幾位這個地方重量級的諸侯 原本可能認為事不關己 可是如果連高雄的都跑上來了 其他的地方的能夠不來嗎 那麼第三 對柯文哲來講 陳思雨的成敗對他來說意義當然很重大 柯文哲一直在測試 他的白色力量能不能夠成為一個政黨 能不能夠成為政黨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是 你這個政治力量所推出來的候選人 能不能夠繼承你既有的光環跟選票 這是柯文哲現在在做的實驗 如果陳思雨能夠贏 或者他這次有一個比較好的成果 代表柯文哲能夠有效的 而且迅速的把自己本身的力量跟光環 甚至支持的力道 快速的轉移到任何一個他認定的人的身上 那麼他的確達到了一個可以阻擋的實力了 可是如果今天柯文哲所推出的陳思雨 在這個選區選舉的結果並沒有很好 甚至大家可以計算一下這個選票轉換率 柯文哲在這個選區達到了多少選票 可是只有多少選票轉到了陳思雨的身上呢 那麼柯文哲恐怕就要再一次的計算了 白色力量究竟是不是能夠具體的成為一個政黨 或者是他想要成為一個政黨的話 這個政黨的運作的模式 恐怕還要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所以我說這一場選舉的結果 其實對三股的政治勢力 未來的發展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畢竟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 選情實在太冷了 所以國民黨內的重量級的這些助選員 在這個選區所關注的力道 坦白來講是不夠強的 那麼韓國瑜如果願意這次用 現身力挺的方式來表態的話 其實其他黨內的這些重量級的人物 就會紛紛要跟進了 同時我一再強調我覺得 韓國瑜跟柯文哲的交情 不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而有任何的折扣 真正的朋友是會互相體諒的 韓國瑜體諒柯文哲 柯文哲必然也會了解 韓國瑜現在的狀況 所以如果兩個人因為站個台 從此就鬧成視同末路人 這種朋友不要也罷了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跟柯文哲的交情 不會在這一場或者是未來可能 所發生的任何一場浮選裡頭 而有影響的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需要站的立場 跟角色 大家會互相體諒 不過韓國瑜空軍來襲 何志偉是不是要拉警報 秀琳 我在想 韓國瑜今天做這樣的決定 可能是昨天 他有聽了孫大謙一些勸勁 應該這個大概是錯不了 我覺得說如果說 韓國瑜先前不來 是忌諱說跟柯文哲的 有一些友情什麼 我覺得這是想太多了 為什麼你看尤其從這兩天 柯文哲在講 柯文哲又把老掉牙的一些故事 搬出來 又講翻了 你說某潮流把他趕走 對 說韓國瑜 離開北農的總經理 甚至後來來當有幾職的顧問 三天 都是因為新潮流什麼議員 怎麼樣施壓 他光講這個 我覺得柯文哲不用裝神弄鬼 我們民進黨沒有 就只有新潮流 沒有其他潮流 對 我不是要幫新潮流講話 因為我不是他派系的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講這些 是柯文哲的一個自白書 因為這證明了 柯文哲出賣了韓國瑜 我想韓國瑜也沒那麼傻 他其實早就知道 我覺得柯文哲 等一下 你說一下 柯文哲怎麼出賣韓國瑜 很清楚如果說是 新潮流的議員給壓力 你不讓他當北農總經理 後來又不讓他當 有幾職顧問的話 第一個 柯文哲 你因為壓力你就畏縮了 這不是出賣朋友嗎 第二個 他還說 柯文哲還說 在有幾職顧問的時候 他說新潮流跟他說 要跟我們交朋友 你如果有韓國瑜 怎麼跟我們交朋友 你為了跟別人交朋友 你就捨棄了你的老朋友韓國瑜 這不是出賣嗎 還有第三點 柯文哲曾幾何時 受了什麼議會質詢的壓力 就放棄了他要用的人 會這樣嗎 我舉例 更多的議員 不分黨派的議員 質疑柯文哲說 蔡壁如非常不適任 尤其他是地下市長 請問 柯文哲你可曾把蔡壁如 就把他叫職 換掉 把他叫他下台 沒有 更何況其他 那麼多局處長官員 很多都被議員質詢過 大巨蛋就是了 大巨蛋我不但質疑你 給你壓力 我還提案 那個要求 我要求大巨蛋 是否應該解約接管 這已經三讀通過 已經具法律約束力 你也不照做 不是嗎 還是給他壓力的 不是這種地方議員層級 是中央層級 所以 我意思說 柯文哲不是說他最強嗎 他打騙天下無敵手嗎 他連小英總統 他連隔魁部會的閣員 他都在嗆了 他有差那一兩位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證明了 柯文哲那種小人的心態 我相信這些事情 其實看在韓國瑜的眼裡 他不是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一再 先前在炒作 我覺得在那邊裝神弄鬼 柯文哲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柯文哲把我們人跟人之間 僅存 我們大家都保留一點厚道 不想把話說那麼清楚 那就是保留一些說 因為曾經是長官部署 結果柯文哲就拿這個 往自己臉上貼金 自我膨脹 我覺得韓國瑜來也對 因為你再不來就矯情了 這個好像有什麼在裝 不必要 因為這個東西 你韓國瑜你所屬的是國民黨 陳如孫大謙委員講的 既然大家各有所屬 你為自己的政黨去盡忠效命 沒有人會怪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 這個代理人的戰爭 我覺得他們三位代理人的戰爭 我相信其實選民不會說 因為誰去挺誰 其實選民 我喜歡你這個人 我是你的粉絲 但是我不一定會支持 你要我去支持的對象 還是要看這三位 他們各自的本事 這三位的本事 我覺得當然何志偉一定是排第一 大家可以看 即便是補選 在這麼短期間 他也提出那麼多的 政策願景看法 你記住 不能講民調 對 不 如果罰 罰我 不能讓櫃台受損 不 我意思 所以緯委員剛剛講的那個 說緯委員可能跟我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說 誰有什麼靠山 什麼靠山多強 背後是誰 多大的勢力 其實結論 選民最強 選民的獨立判斷 還有參選人 這些所謂的代理人們 他要凸顯他自己 因為在我們現在 這麼進步的社會裡面 選民要看到的 是你的主張 你的表現作為 最好不要像柯文哲 所要帶的這個人 那個就有點離譜 搭了直升機不打緊 跟柯文哲一樣 吃碗來小碗 有這麼幸運的位置 來擔任局處長 那應該好好珍惜 不要為了成就柯文哲的 政治野心 政治企圖心 去當柯文哲的試驗品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不值得的 大家會質疑高雄 這個善款的使用 到底是怎麼使用 我們現在很慶幸的就是說 韓國瑜上來 除了這個人進的來 錢進的來 人出的去 或出的去 然後高雄發大財以外 我們也很高興 所有的這些東西 終於要攤在陽光下 因為之前的高雄市議員 去要資料 就是要了解 善款的使用作為如何 然後律師費 是怎麼樣分佈的 結果很多東西 是要不到資料 就是不給 因為我怎樣 我現在議會也是我家占多數 市政府也是我陳菊的人 我說不給就不給 所以這次為什麼陳菊說 高雄非贏不可 因為高雄不贏的話 這些爛帳就蓋不下去 我跟大家講 除了3600萬 弄氣爆紀念裝置藝術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942萬 用來做藝術陪伴 八一氣爆藝術粥 我真的 我看到這些明目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災民 是做何感想 第一個你 你太陽能光電板 跟我們災民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可以拿善款來做 這就跟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揭露的 民進黨籍的新北市議員 非要叫侯友宜在新北市議會道歉 說前瞻預算有撥給新北 你不可以說是0% 但是我告訴你怎麼撥的 就是把它已經 核定了年度的預算 把它挪到前瞻預算的項目來 然後這樣說 我已經有從前瞻預算裡面 撥給你新北錢了 即便是從0%提升到1% 你不可以說 我中央的前瞻預算 沒有撥給你新北 非常遏直的行為 我覺得其實很多網友已經在講 我很高興 剛才這個世界議員說 他說 我們剛才委員有補充 就是說沒有重複計算的問題 他說這個稅初1300億 可是稅入只有400億 非常好 請議員要記得這句話 因為 所以因此 請你們不要再去刁難韓國瑜 不要再去逼著人家80幾億的健保費 要一次付清 既然照你講的 歲出歲入差距如此之大 何來要高雄一次付清之有 你把公文拿出來看看 這個人家韓國瑜都沒講的 你們一直幫他編這個 韓國瑜不認為那個中央委去逼他 好 我們就是小人之心了 沒有 不至於 你沒有那麼小人 沒有那麼小人 這個到底是肯定還是 反正Anyway 我覺得 我覺得是否這樣子去使用善款 然後 這個一直要幫災民代位求償 我覺得其心是非常可疑的 因為你代位求償 說到底你的本質 就是說你要幫這些災民 去跟這些廠商求償 而忽略掉法院最後說 高雄市政府你要負擔四成嗎 拖過兩年以後 是不是刻意受益 受益這些律師 就是要拖過兩年以後 來迴避高雄市的責任 善款可以這樣用嗎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是發生在 國民黨執政時期 善款這種誘法 你民進黨早就預算書 摔到國民黨的市長的臉上去了 不是嗎 我再跟大家講 比如說你知道 我們拿魏武營來比古跟漢就好了 古跟漢的時期 就是陳水扁執政的時代 你知道他古跟漢的這個預算 他要求要80億 中央就是只給你50億 就是只給你穿小鞋 台中的這些市民 這些欣賞藝術的這些 熏陶藝術氣息的這些權利 因為你台中是胡志強執政 所以不重要 所以我就是不給你錢 相對於馬英九執政時期 我跟你講 馬英九真的是要我毛給一塊 因為為什麼 本來魏武營的預算只要80億 他硬是編足了101億 這個就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跟民進黨執政時期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我今天馬英九 我身為一個全國的總統 我不會因為你高雄市 是你民進黨執政 我就故意給你穿小鞋 我就不照顧高雄市民 結果陳菊卻把這些 中央補助的東西 通通拿來說嘴 這都是我們民進黨的政績 有沒有真心的在愛老百姓 善款這樣花 還是說你陳菊 只會動一張嘴皮子 你把所有人家撥的款 都拿來講成是你的功勞 高雄市民還真的信 不然他是怎麼連任的 高雄市民就覺得很光榮 你看我們辦這些世大運 都是陳菊的攻擊 好 現在一揭開來看 連善款 高雄市政府 都敢這樣用 我們真的很慶幸 今天高雄市政黨輪替 否則這些錢 這些細目 我認為政黨輪替最大的目的 就是把黑幕揭開 這中間當然有很大的問題 我講三個重點 大家評估一下 第一個 我們當時在捐善款的時候 捐錢的人認為 這個錢用去哪裡 重建災區吧 所以大家都熱心的捐錢 可是事實上 整個高雄氣爆的重建經費 幾乎都是由中央政府買單的 那時候給的不夠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在裁委會 陳菊還高分貝的炮轟中央說 為什麼錢還沒有到位 所以重建的經費 幾乎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 在付這筆錢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這46億善款 在花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是陳菊正準備競選連任的時候 曾經在立法院我們質疑過 這筆善款現在各位所看到的 只不過是一小部分 還有另外一部分 還沒有揭開的是 慰問金怎麼發的 是怎麼認定災區的範圍的 多少個理財是災區 為什麼有些地方 可能連玻璃只是震了一下 都被視為災區 都可以領慰問金呢 如果在選舉前夕 你的慰問金是這樣種發法 發得如流水 完全沒有限制 而且重關認定 這有沒有會選跟買票的嫌疑 這些問題其實當時在立法院 都有被質詢過 可是那個時候就如同剛才惠琳講的 高雄市都是民進黨的 市長是民進黨的 議員是民進黨的 就算你要去查帳都很難 所以如果這一次經過政黨輪替 我倒建議韓國瑜 把這46億元的帳查一查吧 讓我們知道說 這筆錢到底捐到哪裡去了 重建經費是中央買單 如果這些錢 全部都拿去發慰問金 如果只是玻璃稍微震動一下 玻璃沒有破的 這些住戶都領到了慰問金 又在陳菊選舉前夕發這筆錢 這不是很有蹊蹺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再補充一句 不要再給韓國瑜穿小鞋 因為你們從台北市議會 給他穿小鞋 穿到他變高雄市長 你們高雄市再給他穿小鞋 他就穿成總統 我先提醒一下 不要再搶他的菜攤 對 秀琳 你要講這個善款的使用嗎 我先講 大家一致的標準 不要把這個氣爆的重建 這些花費 講成說 那時候高雄市長要連任選舉 如果這麼講 921震災的時候 國民黨在執政 國民黨那時候要選總統 我們有可能去質疑這個 因為第一個 這個善款的使用 是組成一個委員會 不是陳菊市長一個人 他單獨下令就可以用 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包括受災戶 包括建築師 會計師等等 律師等等 那是經過大家共視覺 共同去討論之後 通過才去用 第二點 你列在這上面的項目 這一些 你即便說這麼有爭議的 這兩億一千多萬 佔大概5% 我們就以5%來講 95%你如果認為還有問題 你去查 要不然你認為5%有爭議的 這裡面有什麼爭議可言 買消防衣有什麼錯嗎 振興當地災區的商業 有什麼不對 還有這個裝置藝術 我跟大家報告 你現在新蓋的建築物 我們就以新蓋的建築物 不管它是什麼用途的建築物 它做裝置藝術 在法規裡面 千分之七到千分之八的 裝置藝術費都沒有錯 它這個佔3461萬 這個善整的善款 這跟這個有關 這個裝置紀念的裝置藝術 是紀念那個氣爆 這有什麼不對 可是善款的人 可能沒有這樣 期待 這經過這個委員會 去共同決議的 不是陳菊一個人 我用舉一個例子 大家來想想看 用善款裡面 剛才秀琳講了 花了1.3億做什麼 做律師的費用 律師幫這些人 做代位求償 照理說這些受債戶 應該要拿到兩種錢 一個是賠償 一個是善款的分配 對不對 應該要拿到兩 結果現在我只拿到了善款 賠償代位求償 花了1.3億的律師費 結果那是輸的 高雄市政府跟那些人講說 你不簽這個代位求償 可能我這個善款 捐的善款我就不給你 好 為了要拿善款 好 簽一個代位求償 結果高雄市政府 應該賠的錢 國賠的錢 就是賠償 是零 就超過了兩年的追溯金 平常講 陳菊花這個錢 不是花他的錢 是講難聽一點 真的為了 某種程度 為什麼投票錢 投票錢花那麼多錢 做不該做的事呢 而且 代位求償是正確的 如果災戶個別去告 也要相當的訴訟費用 而且證據的補權 沒有像可以高雄市政府 這麼完整 結果 代位求償是正確 可是你不能以結果論 當然要可以結果 結果是 我花了1.3億的捐款 我養肥的那些 訴訟有贏有輸 我養肥的律師 結果連你私房 我非常都沒有 我相信這麼高的訴訟費用 的律師費用 也一定有經過公開 怎麼樣一個評選招標 絕對不是個別律師事務所 可以承擔的 我要點出來的問題 是如同你剛才講的 這筆錢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當時在財委會就質詢過 另外最大的那一塊 慰問金是怎麼發的 是怎麼認定災戶的 是怎麼認定災區的 是多少個理 是真正受災 被震到房子垮了 地裂了才算是災區 還是周圍的被影響到的 稍微震動一下子都算 如果災區的認定 發放的標準是如此的寬鬆 那麼這筆錢就是爛花 尤其在選舉前夕 如果爛花這筆錢 當然會讓外界覺得 這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所以我當時在立法院 我又質詢過 現在終於政黨輪替了 我真的希望高雄是新的政府 能夠好好查查這筆錢 我跟政黨無關 921大地震的時候 如果散款是這樣爛花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質疑 花蓮災區的散款的問題 網路上就已經質疑了 這是一個資訊公開的時代 所以今天花蓮的標準是什麼 高雄也拿同樣的標準 所以陳菊離開了他的位置 民進黨在高雄 一手掌握的情況改變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 讓過去很多 沒有辦法重見天日的這些資料 重見天日的一個好機會 如果查過了 沒有這件事 還陳菊一個公道 對 還陳菊一個清白 長久以來我們對他的誤會 我們願意跟他道歉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有這件事情 那也好歹讓我們知道 我們這錢原來是這樣被花掉了 大學委員 如果照現在畫面上這幾個項目 你跟花蓮的震災的散款相比 就可以證明說高雄這個用法 是經過整個委員會 自尊劇組很仔細 這東西到底怎麼證明 你看光這些項目 這些項目給公正的用 整個公開 整個公開 我們前面是先把它公開 高雄委員 先公開再說 每一次這些重大災難發生以後 我們全民都有一個共識 對災民的補助 本來就應該重關去認定 所以如果高雄市府這個委員會 有重關認定 災民應該受的補償 這有什麼不對 這有什麼圖利 不災民可言 不能太寬 所以現在 你現在講的東西就是說 什麼樣的人 你提出來的這幾件 你現在只有這幾件的指控 我認為我會更多 我認為我會有更多 沒有提出來的就不算 我一句話就好 提不提 他就全部公開資料不就好 我已經公開了 我認為韓國瑜市長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把這些眼前入 民眾關心的大眾事情OK之後 我覺得第二階段可以除幣 把抽屜打開來 看看過去錢怎麼花的 善款是一例 我覺得善款如果大家心平氣和 情的正做得穩的話 就把它公開紀錄 會議紀錄也好 錢一筆筆的去 怎麼去集合怎麼發的 我認為這對陳菊來說 對這個主事來說 都是一個公正的方式 而不是說我們大家在這邊 你這個錢怎麼用 那裝置藝術 就用在什麼樣的建築物裡面 跟他建築物是否匹配 我覺得都可以來討論 我覺得不管藍綠執政 我覺得大家討論要一致 不是 今天的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就是像剛才孫大清委員講的 這個剛才事件議員說 我們是個善款之門 我們不要給他卡得太緊 我們要廣開善門 對不起 但是當人家跟你高雄市政府 要求國賠的時候 你的門可是關得嚴絲合縫 你是一點都不肯賠人家 而且你還用高雄市政府的預算 花預算請律師去跟災民對打 這個就是你們對待災民的態度 一方面你們又說 你們對災民有多麼慈悲 善款的合發是多麼的寬鬆的標準 第二個我要求當時的 合款的委員會 善款的委員會 名單公布出來 大家來公平 裡面有多少是你們高雄市政府 可以掌控的人 我們大家來看看就知道 首先我們一定要譴責暴力 因為打人就是不對的 這完全是一個普世的一個價值 我基本上認為說政會中 他不管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不管是去講話 或者是已經隱忍很久 他今天這一巴掌打下來 完全打掉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所以我絕對不會像說民進黨員 他們在對馬總統做的丟鞋子 或者是葉菊蘭 他當初大家還沒有掃掉這一個 他當初打了一個立委 叫蕭金蘭的時候 他也曾經告訴大家說 他打的是他背後的力量 而且他還說很多國民黨的女立委 都是由軍方來供養的 類似像這樣的話語 完全再來告訴大家說 他這一巴掌打的是有他背後的意涵 我絕對不要像他們一樣 認為說你打這個巴掌 還有很多的理由 還有很多的藉口 不對就是不對 就是該道歉 據點 但是我也必須要去說 政經軍在這件事情表現上面 起碼在公開的態度上面 我覺得他的EQ跟IQ 都是相當好的 而且他所講的這一句話 他說個人視角民主不容傷害 我們先不評論 我覺得他後面那一句話 不要複製暴力行為 這句話不要複製暴力行為 這句話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政經軍是很早就進入政治圈 如果他進入政治圈 看到國民黨的委員被打 或者是民進黨的委員 對國民黨的委員 甚至一些事項裡面 有做出一些卑劣的運動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能夠以他的角度來告訴我們 不要複製暴力的行為的話 我會對你的肯定會更高 因為我們很清楚 政務官他受入的話 他可以尋求法律 來幫他做一個制裁 像這個政會中 你看不管你怎麼樣 法院已經對他 已經對他做出一些懲處 已經限制租金了 這是政務官 他在法律受阻的時候 他會得到的一個待遇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討厭打人 我更討厭雙重標準 因為打人你可以尋求法律 雙重標準 特別是所謂意向性的表態 選擇性的表態 讓台灣社會的紛擾 還有是非更是混淆不清 今天最大的部分就是 沒有人否定打人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同樣的譴責 只是大家面對這件事情的 一個態度 呈現出一個政治人物的 一個高度 所以也難怪大家會用 同樣的標準去檢視 剛剛沈大老說 對這件事情無事餘補 因為當政力軍打人 有同文層出來聲援他 同樣的國民黨也把過去 大家的歷史全部列出來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東西背後所要討論 就是兩套標準 這個兩套標準 必須要把它說清楚 否則就成為我剛剛所提到的 台灣社會的是非 完全是混淆的 大家當然可以特別提到了 為什麼這一件事情 你要去延伸到民主 民主是被傷害的 還有轉型正義 腳步必須要加快 這跟打人被譴責的事情 有必要畫上一個等號嗎 而且民主誰說得算 我們現在已經有民選的總統了 總統都不能夠代表民主 所以當然政部長 你也不能把你被打的事情 跟傷害民主 畫上所謂的一個等號 我覺得這件事情 更是可笑的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被打了之後 好像無限上綱的就變成是一個 依法可以去做的事情 轉型正義該怎麼樣去轉 該這個中正經驗下 該怎麼必解決 去講話 去做話 本來就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 意識形態上面所主導的 一個種種的一個方式 這件事情有必要跟你被打 這時候畫上等號 然後你找到一個出口 找到一個合理化嗎 你會不會這件事情 延伸得太擴張 而且你這件事情 有讓人家覺得 你是故意用這個被打的 這件事情來合理化你過去 完全在社會 沒有任何一個共識之下面 好像藉此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就是我所說的 不同的標準 你如果說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這樣延伸的話 我是否在八田與一的 頭被斷的時候 賴清德只是寫信 去給他日本的親屬 但是蔣公被波同向的時候 你去一句話都沒有說 所以今天大家所爭議 凡是在這個所謂的兩套標準 你這兩套標準之下面 才會讓人家覺得 你民進黨今天所代表出來 講的話的人 大家都覺得聽聽就好 因為你當初你的行為 就沒有在一個 真的被侵犯民主的時候 你有嚴格的來做一個譴責 你今天那時候 沒有被嚴格的譴責 馬總統的時候 你沒有被嚴格譴責 陳雲林被包圍的時候 被暴民包圍的時候 你也沒有嚴格的譴責 還是要求大家包容 你這個時候 你有什麼條件來告訴我們 我們必須要 要對民主不要做傷害 這就是兩套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還是強調 我們討厭打人 我們更討厭所謂的 雙重的一個標準 至於去講去中 這個所謂的轉型正義 我必須要說 這是社會的沒有共識的部分 還需要更多的對話 更多的一個澄清 但不必然要把這件事情 跟打巴掌畫上等號 否則你會讓很多的討論空間 完全沒有辦法再從過去一連串 誰打誰的過程當中 得到一個澄清 得到一個建設性的進步 我們說打架也有建設性的進步 你如果大家都還是回應過去 只是在過歷史當中 然後這件事情 還是持續的不斷的 就像陳委員他被打 他也沒有還手 他後來也是因為這樣原諒了 這些所謂打他的一個人 他今天所記住的就是 或者是他為一立一休 做出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典範 所以我還是強調 不應該去縱容暴力 但是你不要在暴力完之後 對他背後的原因 就好像民進黨認為 你打人家是你為了民主 然後國民黨被打 是因為他摧毀了 這個所謂的威權 這東西的標準都完全是不一致的 我們只能說譴責暴力 但是暴力之後所代表的力量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不管是誰 都必須要不能用兩套標準來看待 這才是一個所謂台灣 真正民主社會的呈現 立白院看 其實真的 待會心理學家輔導一下 基本上是殺人未遂 就是說是沒有 未遂 但是那過程真的是太狠了 剛剛大導講得太精確了 這個王定宇進來 他每一進來 竹器台是在右手邊 他不是往右手邊去攻堅 去搶回竹器台 不是 他直接就是左前方 就是大家來看 就是這個 這個是王定宇 陳一鳴在我們畫面右下角 大家我現在開始畫面走了以後 你就會很清楚看到 他衝進來之後有沒有 他現在他沒有往這邊去 他直接就是一直要往這邊走 有沒有 他繼續往前走 他繼續往前走 他還在搶票一樣 他就去找陳一鳴 然後最後抓住陳一鳴 有沒有 竹器台在這裡 然後就把他勒住了 所以他是進來 他有鎖定目標的 就是要打陳一鳴 這個畫面就可以說明一切了 我把這個畫面找出來 所以每一次的暴力 我們都譴責 在這一次 如果再去多講說 你看你過去民進黨是這樣 那就沒有辦法 所以為了下一次的 當國民黨 或是藍營的政治人物被打 然後可以公開 政大公平的再去譴責民進黨 我們態度沒變 我現在還是一樣的態度 馬韓九被丟輸 陳一鳴委員被打 過去任何政治人物被掌裹 我都反對 所以這一次我也反對 但是標準一定要一致 我要再補充幾點 因為這個都是外界不知道的 因為跟王定宇的這個訴訟案 到後來是王院長出來出面調解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和解書 既然是我你的 然後和解書 你的那一份 是跟蘇振青用的同一個版本 送到王定宇的辦公室去 他的辦公室主任 把下面一句話說 保證下次絕不再犯 把它劃掉 跟我的辦公室主任說 我們委員說 下次再犯就再告好了 你下次如果 他如果再犯 如果再推你 再對你怎樣 你就再告他 態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其實為什麼 即使王院長出來握了手 和解書送到他家辦公室 後來他用這樣的態度 我的和解書就會留著說 那我不簽了 因為他不保證下次不再犯 他的態度還是很惡劣 所以後來我一陣子都不簽 後來是王院長在勸我 後來我才簽 最後你還是接受和解 我接受和解 下次不一定不再犯 對 沒錯 但是 但是 我跟你講 他希望 本來是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讓以後的暴力行為減少 然後但是王院長 他有做一件事情 我們那天就是一起 其實不行 就是我們在林園的 王耀玉議員的競選的場子 王院長就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說你還不簽 我說對話 他把那些圍掉下去 他說這樣喔 我們想看看 後來我們就去屏東 就是蘇清泉的競選總部 我們那天就是 蘇清泉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所以我到那邊之後 黃院長真的是很用心 到那邊之後 活動結束 他就過來跟我講說 一鳴 他不寫這句話 我們改另外一句話 另外一句話就是 促進立法院 雙方共同治理 促進立法院議事和諧 我說好 院長你這樣子講 那我就簽 真的很會喬 這是喬王 所以我才簽 所以我才簽 是這樣子的 我想這個過程 其實這是可受公平的 我本來是說 將來寫回憶錄的 再來講這一段 因為很多當事人都還在 都還要算 但是我會覺得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是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要講 這個雙重標準 不僅是這樣子 我昨天看新聞的時候 自由民主黨的 自由台灣黨的溫朗東 他是政策部主任 他在臉書上寫什麼 他甚至寫說 那這樣子號召大家 去把中正紀念堂炸掉 他寫這個東西 然後自由時報也登 你說加速轉型正義 對 他就說大家一起來 把中正紀念堂炸掉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會變這個樣子 今天的轉型正義 不僅是要用毀滅的方式 空間可以再詮釋 這轉型正義不是說 一定要摧毀原來舊的東西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當初在立法院 在定轉型正義條例的時候 主席是段一康 我上去再質詢 在法規的時候 我就說 蔣公或許是個威權的象徵 但不見得是每個人的 心中的記憶都是如此 舉個例子 我們高雄 其今就有個蔣公廟 為什麼有蔣公廟 因為大臣義包來台 後來就被安置在那邊 他們敢念蔣公的恩哲 在裡面弄了個蔣公廟 蓋了個蔣公廟 裡面也是拜很多的 其他的觀音菩薩 什麼都拜 難道說去講話 蔣公廟就要毀掉嗎 所以每個人的記憶裡面 對於蔣忠正 可能是不一樣的 對於我們鄭惠忠來講 這女士來講 她心中就是有焦慮 她可能在成長過程裡面 她就是覺得蔣公 跟她是有一些記憶的連結的 她有焦慮 她覺得去講話 將來是不是中間的消失 很多她熟悉的一些東西 不見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質詢會是說 像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去處理 不是說一昧的 就是用一些方式 很戲劇性的去處理掉 更不要講說文化部 難道這件事情一定 她的優先順序必須擺那麼高嗎 你鄭力軍其實在所有的 過去這麼多任的 文化部部長裡面 就是最具有政治性的 最具有政治性的 你很多的事情 你的形式的東西 文化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這個中間要轉型的東西 是一定要優先順序 擺那麼前面嗎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